说这张是什么呢 这是韩国瑜在这个防疫第一时间 竟然把口罩戴反了 连口罩怎么戴都不知道 而且呢很妙是为什么要po这张 因为他跟这个同样在武汉当市长的 这位市长呢两个人一样 这么巧都把口罩给戴反了 然后呢武汉的这个肺炎的疫情 到底能不能够吸食霸函的危机 我们看到霸函团体五天呢 已经拿到了冲破11万人的这个联署书了 沈富雄就说了 如果超过30万的话 我如果是韩国瑜 我就会主动的辞职 当作是一种慎重的考虑 何必再撑呢 那个明显怎么看 我觉得面对武汉疫情的部分 韩国一定要绷紧神心 绷紧所有罢卷 特别是高雄是台商第一个 就是说去金巴黎那一确诊病例 高雄是第一个一级开设的县市 那不管再怎么样 我觉得这部分 不管有没有罢韩 因应疫情的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 那我觉得说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虽然他跟陈其迈 行政院副院长在视讯会议的时候 提到要盖大型的收容中心 不论怎样 我觉得这种话其实不用讲啦 地方就配合中央就好了 因为中央一定有规划的 中央譬如说 今天武汉的那个台商撤回来之后 他几个收容所 其实中央事前都有规划啦 你地方政府讲太快 所以你看柯文哲被修理了 韩国瑜被修理了 这都必然的嘛 因为不管他怎么样中央一定有 他的经验有他的一套的SOP 这都该做的啦 那未来说地方就配合中央 韩国瑜就把他的防疫的部分 把他做好 那至于说有没有罢免 那是一回事啦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话就少讲多做啦 所以你看他那一天讲这个话之后 他后来这几天 话就比较少讲啦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话不用多讲 因为所有的 所有的疫情的部分就配合中央 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啊 我觉得不是说 这时候不是去刷存在感 或者说多去提建议的部分 因为现在包括外国部包括陈思忠这些 他们过去都是抗煞过一路走过来 他们都他的经验存在啊 我觉得这都该做啦 所以这边韩国瑜确实啦 他那时候从初一初二那时候讲 这个收容中心有扣分之外 我觉得他这几天应变了 也都还比较都上轨道了嘛 那我觉得要讲这样 大陆确实有隐瞒疫情啦 各种各种那个 讯息显示都是这样子啊 是啊 你看那个1月2日 4号有一个国际期刊大陆那个 大陆那个学者投稿的哦 就说他们的研究上三层没有发烧 有可能有传染 就会传染嘛 那为什么你到1月24号期刊才登出来 第一个你期刊 你的编辑的主任 编辑的责任在哪里 第二个 你大陆学者明明知道有这个讯息 那为什么不先通报WHO 不通报各国 像我们现在边境简易是这样子嘛 譬如说我们在机场量体温啊 像譬如说很多录影电视台 像你们量量体温没有发烧才进来 可是如果照目前大陆的讯息是 你没法稍微会传染啊 所以大陆就隐秘隐瞒这些资讯嘛 第二个说 原本去年12月中就开始人传人啊 代表你大陆资讯也有啊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资讯先给大家讲 所以大陆这个不只是天灾 这还有人祸耶 说要听中央的 倒不是说中央什么都是对的 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就如同我刚才一直在说 我们其实这边从民意代表 然后一直到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 一定有很多的意见 不断的一直在交流啦 但是这个从武汉那边 回来到台湾的这一些 不管说是台商啦 或者说其他反正就是说 进来到这里有隔离需要的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收容 这一定是中央 尤其是入境相关机关 他最能够掌握 所以在哪里应该要设置 这个是中央才会有的资讯 那绝对不是说 并不是说我不太知道说这个韩国瑜 他是用什么样子的想法来突然 这个突发奇想说他自己那里要有一个 那是什么样子的想法 或者说他有掌握到全国的资讯吗 这应该不是他会掌握的啦 所以我要说的是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韩国瑜 为了怕被罢免 所以他现在尽量的 冷这个低调 那冷处理所有的事情 但是他 我觉得这才是韩国瑜 就他讲出了这一种话 这事实上就是他实际上韩国瑜 他本来就有的样子 包括整个去年 包括他前年的选举 到去年当高雄市长 到后来投入整个总统的大选 那之后现在等于是所有的人要他忍 可是你想看看 他如果没有被罢免以后 他又再恢复成原本的韩国瑜 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嘛 所以我觉得 当然要不要罢免韩国瑜 是高雄市民自己要做的决定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现在在忍住不要当真正的韩国瑜的 这个是假的 现在他讲了这个武汉肺炎大型收容所 突发奇想以后 然后所有的人都骂他 包括刚刚这个 这个包括国民党里面内部的人 也跟他说 你不要再说这些 就是要叫他做一个假的韩国瑜 忍过罢免以后你再当真的 那这一点我想还是要让高雄市民 自己思考一下 我们这个几个月 让他当假的韩国瑜以后 最后干脆不要罢免他以后 然后再让他继续当真的 这个对高雄市政有没有比较好 我想这是要高雄市民 自己要去思考 那我只是要说 讲出这句话的就是真的韩国瑜 马上忍住不要再讲的 那当然就不是真的韩国瑜 那回过来再继续说 就是说 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说 这个有几个 不管说是名嘴 或说蓝营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在批评中央等等 其实并不是说 不能批评中央 而是中国的防疫的状态 跟台湾的防疫状态 现在放在同一个水平来讲的话 你如果批评台湾批评的这么用力 那批评中国可能要以十倍以上的力道 对不对 就是你放在同样的水准 台湾恐怕不只比中国好 跟临近几个国家比起来 我们都还算比较好的 但是好 你对台湾政府非常的阉割 那好 我们也尊重你这样的态度 那你对中国应该要更严格 可是你看到他们就是说 中国反而他们反而是称赞中国的 那或是说也OK 你因为博爱 所以你称赞中国 然后希望大家多帮助中国 那你用这样的态度 你应该要称赞台湾 因为台湾又比中国好了一些 所以你在称赞中国的时候 放在同样的水平 你就应该要称赞台湾更多 怎么会是说 你这样子在骂台湾 但是是在称赞中国 这个是我想大家不平的地方 是在这里 而且中国不放台商回来的时候 为什么都没有骂他不人道 这就奇怪了 对吧